严玺攻略虽然早已收官,但是其中的很多细节,却不得不让人深究。看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,皇上一早就看中了魏英洛,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心事,所以,在复查皇后提议,将英洛许佩给复衡的时候,皇上大发雷霆直接否决。 在复衡和尔秦成亲后,皇上给了英洛两条路选择,要么承认做自己从未爱过复衡,要么就绕着皇宫三跪九拜走上一圈。而英洛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心意,撒谎说,自己没有爱过复衡。所以他选择了后者,绕着皇宫跪拜上一圈。 但是,大家有没有发现,英洛在雪地里走了一路,路上遇到了三个男人。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安排?原来大有深意。 大雪初下,英洛远远地就望见了新婚燕二的傅恒和尔秦。没错,在这一条路上,他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傅恒。 他们曾经相恋过,只可惜如今傅恒的身边却占了别的女人。初恋很美,但是却不得不割舍,所以,英洛和傅恒最后的结局,只能是作为熟悉的陌生人,然后擦肩而过。 继续往前走,他遇到了袁春旺。明明是卑卑的身份,却不顾一切的,来到魏英洛身边说,要保护他的袁春旺。 袁春旺为他撑伞,与他在风雪里一同前行。两个人相互扶持情同兄妹,只可惜在这条路的最后,还是只剩下魏英洛一个人。 再往前,风雪更大。英洛一路支撑,累得倒了下来。他遇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皇上。皇上匆忙赶来,将倒在雪地里的魏英洛抱了起来。 故事的最后大家都知道,魏英洛成了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嫔妃。而皇上也是英洛最终的归宿。 这么细想下来,原来编剧早早就埋下了伏笔。魏英洛雪地里跪拜,一路上遇到了三个男人,原来有着深意。 在英洛的一生当中,先是遇到了让他情窦初开的复查复衡,然后在最困难的时候,遇到了携手并进的袁春旺,然后才遇到了,真正和他走完一生的皇上。 这个细节简直就是概括了魏英洛的一生,这让人不得不赞叹编剧的安排很巧妙。 大家觉得呢? 谢谢大家。